2023年10月13日,杨复宇参演的网剧《围有暗香来》在优谷播出,在剧中饰演女主抱歉的唐姐发男。 这是杨复宇自2017年拍戏以来首次出演反派角色。 2023年10月17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兔仙王妃》在腾讯视频播出,她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,分别是兔仙百代代和陈相之女沈姓。 2023年11月11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茶妮》在淘宝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了伸手不凡,且造型百变的杀手江宁。 2023年11月13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我们的解救日记》在《哔哩哔哩》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具被时空穿越能力的美美。 2023年11月20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夜白之时》在快手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小美人与实验。 2024年2月13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惹素面的他》相继在等于《爱奇艺》等平台上线。 她在剧中饰演身部诅咒,命运凄惨,几世寻找至爱的奇心。 2024年11月13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太子妃的命运遭遇》在鲜语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《另外参与到死在》,拥有金江头脑的太子妃冰赏地。 2024年6月2日,杨复宇主演的网剧《墨语云》间赛优互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了女主席芳飞的《鸭放海棠》。 2024年6月27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回到1913》全网上线。 她在剧中饰演了两部穿越到民国的作家周一。 2024年8月8日,这细节当天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我和之女》互换身份炙发飞飞,在抖音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了和牛郎灵魂互换的之女。 2024年9月13日,杨复宇主演的短剧《大话仙女》进阶首册,在哔哩哔哩,抖音等平台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《穿越到游戏成为仙女的子琪琪。